没有将爷爷在的日子里 宋爷爷像是个在家带娃的留守孤寡老人 闲居无聊 好在两个孙女都很乖巧活泼 这让宋老人的生活 才不显得那般乏味 每天宋熊上学 到点接熊放学的工作 也都成了宋爷爷一个人的事情 不过对于福宝的离开 已经过去三天了 宋爷爷的状态 也不再像第一天那般憔悴 整个人看上去都要碎了一样 而现在的宋爷爷 想必只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带给瑞宝辉宝 因为这样才是对福宝最大的爱 因为只有将福宝在韩国的家人们照顾好 福宝在国内才不会担心 而这对宋爷爷来说 也是弥补自己心里空缺的一种方式 而这两天里 因为宋爷爷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 便没让姐妹俩在园区吃饭 园区空间太大 姐妹俩跑了 宋爷爷一个人收拾不了 当时宋爷爷第一次尝试 自己给姐妹俩喂奶时 场面就很混乱 瑞宝不知道是从哪个尼坑里刚爬出来 看到盆盆奶后 就埋头狂眩 等瑞宝吃了一半时 辉宝这里才敢